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第二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莫斯科 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决论 自从得知毛主席来了 留宿学生们就格外激动 他们每天早上的头一件事 就是看看苏联的官方报纸真理报 看看代表团今天做了什么 毛主席又做了哪些演讲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见一见毛主席 十一月十六日晚 当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 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口中得知 毛主席会在第二天下午 来莫斯科大学的消息是 几乎所有人都彻夜难免 一大早他们便从莫斯科的各大高校 赶往莫斯科大学 可他们从早上等到太阳落山 毛主席依然没有出现 这些留宿学生都是国家抽调出来 派往苏联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费待兴 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于是国家决定派遣大量的高中生 和大学生去往苏联留学 取得留宿资格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留宿学生中的大多数 都是通过所在学校的层层筛卷 政治审查 学习成绩 和与能力 专家面试 每一项考察都不可或缺 可以说这些学生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尖子中的尖子 未来的动量 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们 带着学习好文领 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到苏联 党和国家也给予了他们厚望 他们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 自然也成为毛泽东的牵挂 但是毛泽东此次访苏 有重任在间 他想要见一见这些青年才俊 还需要先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此次放宿 是受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邀请 与毛泽东一同前来的 还有66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 表面上大家是来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 实际上 赫鲁晓夫是希望通过此次 社会主义阵营的聚会 能够提高苏联的威信 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 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在这68国共产党的盛大聚会上 却到处是暗流勇 我们来看一份报纸 这是1957年11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是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时候 在机场发表的一篇演讲 在研读了这段历史后 我们细细读来这份演讲 有一句话颇有声音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 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这并不是客套话 其主要内涵便在于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可以阵营这个词 因为对于这一说法 有些人存在着不同的看望 1957年的苏联 依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 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开始之前 苏联还在1957年10月4日这一天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原造卫星 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 暂时居于比欧美领先的位置 即便如此 仍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对苏联抱有不认同的态度 比如波兰共产党领袖 哥姆尔卡就不认同 以苏联为首的这一提法 时间回到毛泽东第二次访诉 前八个月 1956年2月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 也就是2月24日夜晚 河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的苏共代表 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这份报告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了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 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 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触及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 一些已经难以回避的矛盾 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提起斯大林 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 民主革命时期 造成损失最大的亡民左倾教条主义 其根源正是斯大林 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之道 抗战胜利后 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 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 中国革命胜利了 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拖 毛泽东在过去的时间里 受到斯大林许多次的不公平对待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 三七开 七分功 三分过 因此当了解到苏共二十大 对斯大林的批评时 毛泽东半喜半忧 他忧的是 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毛泽东还认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一是接了盖子 二是捅了娄子 果然 这份秘密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三个多月之后 秘密报告便被美国方面获取 并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 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 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 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 一批共产党员纷纷推倒 据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事后说 我们认为苏联同志 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 这本来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 但是处理的结果 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 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 都发泄出来 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 我们党没有前途 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 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 除此之外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也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面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 苏公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确实是截了盖子 捅了篓子 自冷战开始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愈发严重 苏公二十大之后 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 社会上弥满着动荡不安的气氛 波兰 匈牙利相继发生骚乱 可面对这种情况 赫鲁晓夫采取的措施 是出兵进入波兰 匈牙利 干预波凶内政 但这种粗暴的方式 反而激化了两国国内的矛盾 骚乱持续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 赫鲁晓夫想到了中国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1954年9月29日 赫鲁晓夫率代表团 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活动 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广化 照片中的赫鲁晓夫 笑容可居 亲切和蔼 完全不像是一个被诟病为 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领导人 的确 那个时候 赫鲁晓夫已经是苏共的第一书记 按照斯大林时期的惯例 赫鲁晓夫本可以派部长 或者副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华 可在来华的一个月前 赫鲁晓夫还是改变了主意 决定亲自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前来附和 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1949年12月间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的影像 在这些影像记录中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前来迎接的众多苏联官员 毛泽东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笑容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 就是要和苏联签订一份 以平等为基础的新条约 但斯大林确定签订条约一事 违避不谈 让毛泽东在郊外的别处中 空等了一个礼拜 直到有外国媒体开始大肆造谣 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斯大林才开始出面商谈条约一事 与斯大林相比 和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态度 与斯大林形成了天壤之别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电报 这是1949年12月1日 毛泽东首次访苏前 亲自起草的电报 毛泽东首次访苏期间 正好赶上斯大林的生日 电报便是关于斯大林授领的 您可以从字体上清晰地看到 这封电报原来是由别人起草的 和毛泽东华调要亲笔起草 电报的等级一栏是 级别最高的4A 这还不够 毛泽东还加了一个 万万火急和吉克花的字样 逐渐重视成 那么这么重要的礼物 到底是啥呢 我们往下看 中央决定 送山东出产的大黄牙白菜 大萝卜 大葱 大葱 大梨子做寿命 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写着 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国里的选择应该体现贵重 干嘛要选白菜 萝卜 大葱 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物品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背后的故事 其实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 带去的国礼已有诸如景德镇的瓷器 湖南香秀等贵重的物品 送白菜大葱 其实是考虑到苏联气候严寒 蔬菜水果较少 体现出中国对苏联 吉人所及雪中送炭的情 与第一次相比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 带去的国礼不禁显得情意深厚 而且更加昂贵 比如有反映中国在苏联帮助下 实行现代化进程的安钢全景的 立体模型等 以及中国传统手工艺国宝级的 北海全景牙雕等礼品 这些国礼反映出了当时的中国 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1957年11月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之时 中国的地位 与他第一次访苏不可同日而言 那时中国刚刚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期间 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诞生 宝城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先后建成 川藏 青藏 新藏公路相继通车 新中国不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他正以昂扬的姿态 迎接下一个五年 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 这成为赫鲁晓夫重视中国的原因之一 但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赫鲁晓夫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当过牧童 只受过四年的初级教育 语言鲁莽还喜欢酗酒 行为举止也有些粗鲁 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采取了集体领导的方式 赫鲁晓夫只是其中一个领导人 他通过政治斗争 将地位较高的贝利亚 马林科夫等清除出领导队伍 才逐渐走向权力巅峰 这个时候 新中国虽然才成立不久 但已经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中 崭露头角 刚刚上台 地位还不稳固的赫鲁晓夫 自然希望得到新中国的支持 上台一时的赫鲁晓夫 不仅亲自访华 还在经济 军事 科技等方面 大力援助中国 甚至签订了 苏联援助中国原子弹的协定 在1954到1957年三年内 苏联向中国派遣了 将近5000名各个行业的专家 来援助中国国家建设 投掷一桃 报纸一礼 中国对苏联也提供了一些资源 和日用品 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不过也就在这期间 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 让赫鲁晓夫乃至苏联 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幽默风趣 普世通俗 毛泽东创造了哪些影响世界的名言 听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社会主义阵营分析不断 毛泽东如何画干脖回一波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档案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并可时时回看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 尽在北京时间 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 毛泽东二次访苏背后的故事 波雄事件发生后 中共中央在苏联 波兰 匈牙利之间 进行了调节和团结工作 最终波兰和匈牙利得以恢复平静 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波雄事件后 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 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 大混乱 大分裂的局面 倒是相反 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 埃及人民将英法赶出了运河 而本可以为英法提供帮助的美国 却坐视不管 充分暴露出了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赫鲁晓夫觉得 倒不如趁着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之际 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召开国际会议 发表一个冤营 但经过了一系列事件之后 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早已大不如前 一些国家 尤其是波兰 对苏联长期干预波兰内政十分不满 面对这一局势 赫鲁晓夫觉得 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有毛泽东 波兰的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 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 在波兰事件中 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 对波兰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 而中国共产党 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 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因此毛泽东此次仿苏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毛泽东仿苏期间 赫鲁晓夫在招待上 可谓煞费苦心 赫鲁晓夫原本打算 让二百万人上街迎接 但毛泽东事先得知了这一方案 他立即谢绝了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传记载 毛泽东向苏方表示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 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 再加上一张队 苏联方面尊重了毛泽东的意愿 但仪式仍然有些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1957年11月2日 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 赴莫斯科 毛泽东任团长 宋庆龄为副团长 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 彭德怀 郭摩洛 李先念 吴兰夫 陆定一等 当飞机到达莫斯科 舱门打开时 毛泽东看到的是 悬梯下的铺路的红地毯 可鲁晓夫等苏共土耀领导人 在悬梯下迎接 毛泽东出现在舱门口时 机场上掌声一片 在一阵拥抱亲家之后 毛泽东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发表了简短致词 厉害的十万三国军业革命 四十九年的时候 我们正国代表法 整体政治 受中国人民的围缩 来到莫斯科 向我们的首领兄弟们 表示真高的敬意 和严厉的救护 世界上没有英国力量 可以把我们分开 这个时候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 地位和影响 仅次于苏共的 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刚踏上苏联的土地 就旗帜鲜明地 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 巨大成就 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防 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 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希望社会主义国家 能够团结一致 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并不容易 用档案讲好中国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 月月 今天我想请您跟我一起 来感受一下 毛泽东的语言魅力 毛泽东有着独特的语言魅力 他的话朴实通俗 幽默风趣 又鞭辟入理 凝聚人心 甚至是妙语造心词 解放战争爆发后 1946年8月 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 说出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 著名论断 这句论断一经报道 便传遍了世界 纸老虎翻译过来 就是paper tiger 其实啊 在英文中原本是没有paper tiger这个词的 毛泽东便是这个词的创造者 纸老虎的论断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 第二次访苏期间 毛泽东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 和故人党领袖会谈时说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 统统不过是纸老虎 纸老虎论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1973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 向毛泽东提起 听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毛泽东立即爽快地承认 是的 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paper tiger 机敏的基辛格则马上对号入座 纸老虎 对了 那是指我们 除了指老虎论 还有一句中国古代的谚语 在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期间 被频繁地运用 是什么呢 就是板子上现在写的这句话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官方翻译过来就是 Either the east wind Either the east wind overwhelms the west wind or the west wind overwhelms the east wind 这句充满着辩证色彩的话 很多人都熟悉 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它的出处 东风压倒西风首次出现 是在《红楼梦》这本书里 当林黛玉看到宁国府 和荣国府之间的家庭冲斗后 发出了一句感慨 但凡家庭之事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1957年7月1日 毛泽东在文章 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中 引用了这句话 他说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在路线问题上 没有调和的语意 在第二次访苏期间 毛泽东又用东风压倒西风 来描绘国际局势 这句话后来在多个场合 被毛泽东反复阐述 并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知识分享的 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背后的故事 第二次访苏期间 毛泽东第一次引用 东风压倒西风这句话 是与波兰统一共产党 中央第一书记 哥莫尔卡的会谈中 当时毛泽东利用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 休息的半个小时 向哥莫尔卡了解 波兰对宣言的故事 在波兰事件后 波兰开始接受美国的援助 所以在谈到国际形势方面 对 哥莫尔卡认为 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辞 可能会刺激美国的西方大陆 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传记载 当时毛泽东对哥莫尔卡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 互相都怕 但总的来说 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有些时候美国战上风 有时又是势均力敌 现在是我们战上风 是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压倒西风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在后来的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 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 直白贴切地解释出来 他说 我认为国际形势 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 东风西风 中国有句成语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认为目前形势特点是 东风压倒西风 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的势力 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 占了绝对的优势 毛泽东还与其他国家的 共产党进行过会谈 每当遇到分歧时 毛泽东以其真诚 平等协商的态度 去商量和解决问题 而在这些分歧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去解决 那就是是否要以苏联为首 为此毛泽东在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孤人党代表大会的 开幕式上发言 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传》 记载了毛泽东的部分演讲 毛泽东说 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 我们中国是围不了首 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经验少 我们有革命的经验 没有建设的经验 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 在经济上是个小国 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 这样为首很困难 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 有40年经验的党 它的经验最完全 为了让大家感同身受 毛泽东谈及了自己第一次反俗的感受 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 头一次使人不愉快 兄弟党 那是一句话 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 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 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 譬如我们讨论文件 征求过意见 现在还要征求意见 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 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误 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 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毛泽东的处事态度 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的尊重 据杨上空回应 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毛泽东大胜说明 他说 主席一出场 全体及起立致敬 下午大会时 主席第一个讲话 全场起立 讲话中不断的鼓掌 讲完了全场又起立 为纪念会最高敬畏的表现 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 都是鼓掌 万有其力 毛泽东努力的结果如何呢 我们再来看一份薄薄的小册子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速期间 参与起草和签署的文件 莫斯特宣言的出版物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全部在宣言上签了字 宣言在第一部分上写着 不可摧毁的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看来最终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一提法 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识 确实 曾经十分执拗 不愿意以苏联为首的波兰方领导人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并可时时回看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 尽在北京时间 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 毛泽东二次访租背后的故事 豪华的克里姆林宫里 有一个特殊的房间 这里有很多中国元素 线装书 薄薄的被褥 还有中式的硬板床 这里是毛泽东的房间 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 中苏双方的工作人员 就为他精心布置了这样一个 中西结合的房间 可房间里却经常不见毛泽东的身影 本是客人的毛泽东 成为克里姆林宫里 异常忙碌的人 他每天要跟各国的 共产党领袖会谈 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奔走呼号 在第二次访俗期间 比起与各国领袖的会谈 毛泽东更喜欢与哲学家聊天 在一次与苏联哲学家尤金的聊天中 毛泽东感叹道 我不大想当什么主席了 事多缠身 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 当个教授 我很愿意和青年们多谈谈 将来为青年们写点东西 专写青年们 世界终究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的思想活跃 生气勃勃 如果不是因为救中国的民不聊生 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 毛泽东的志愿一直是做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 但他参与缔造的新中国 却为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 营造了安静的读书环境 让千千万万的老师 可以安心培育祖国的未来 当社会主义阵营 最终求同存异 再一次团结在一起时 毛泽东也终于忙里偷闲 去看一看他一直牵挂着的 流苏学生们 这是1957年11月17日 也就是毛泽东到访 莫斯科大学大礼堂的照片 您可以从中感受到 当时的热烈氛围 其实在镜头没有照到的地方 大礼堂的走廊里 一旁的学生俱乐部里 也站满了进不去的学生 除了中国的还有苏联 和其他各国的学生 他们都想一睹伟人的风采 当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晚上六点赶到了 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 他出现时 大厅里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所有的人都在跳在笑 在疯狂地鼓掌 暴风雨般的掌声 此起彼此精卷不息 激荡在大兴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巨大的礼堂 如同狂风暴雨中的海洋 激情的巨浪 澎湃汹涌涌 往来奔奔 见到祖国这群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毛泽东也同样激动万分 这次仿俗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 得以提升 但经济落后的现状仍然存在 这更加激发了毛泽东 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他将自己内心的希望 毫无保留地寄出在了 这群年轻人的身上 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笔记 是当时的一名留学生的笔记 记录的是毛泽东 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名学生用大字着重写着 世界是你们的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句名言便出自毛泽东 在莫斯科大学演讲的开篇语 在当天的演讲中 毛泽东又强调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概念 并讲出了另外几段名言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起动手人人振奋 一风一俗改造我们的国家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其实无论是工作人员 还是现场的同学 无一例外的 毛泽东在苏联的十几天里 每天都要一直不停地 进行会谈和活动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就在前一天晚上 毛泽东仍然在熬夜工作 身体十分疲惫 但毛泽东依然惦记着 刘苏的学生 即使公务缠身 即使没有时间见一见 同样在苏联养病的 儿子毛岸青 毛泽东也一定要在 摆忙之中 与刘苏学生们见面 毛泽东在礼堂 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后 仍然流连忘放 后来他又去了学生俱乐部 看了看那里的学生 在与俱乐部的学生们 讲完话之后 毛泽东沿着走廊出去时 学生们立即围了上来 走廊里瞬间 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据随行的翻译孙立中回忆 有的学生双手举起照相机 对着毛主席照相 有的干脆搬来凳子 站在凳子上照相 而彭刀怀一直跟在毛主席的身后 有好几次他险些被挤倒 一只皮鞋也被挤掉了 后来才穿上 从人群中出来后 毛主席一行人被领到了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宿舍会客室里休息 在这里他们参观了宿舍 他看到这里的研究生是一人一间宿舍 每天还可以看到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国内的报纸 毛主席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说 我们中国研究生能在莫斯科大学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学习实在太好了 一旁的邓小平回答 是啊 他们这一代是最幸福的 学成后都等着他们回国建设新中国呢 当天 毛主席一行人一直在莫斯科大学 待到了晚上八点五彩日 据中国驻互联大使刘晓回忆 在毛泽东离开大学后 许多学生一面畅谈 一面流着眼泪 特别是那些工农和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 在这些留苏的学生中 有一位25岁名叫王永志的青年学生 毛泽东的那番演讲深深地鼓舞着他 王永志1932年出生于辽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居 在哥哥的支持下才勉强上了小学 由于碰到社会动荡 王永志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回家 直到八路军来到县城 并在那里成立了中学 王永志这才有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抗美援朝开始后 王永志得知自己的同学参加志愿军 被美军飞机炸死 以一份填膺的他 决心要学造飞机保家卫国 1952年 王永志进入北京航空学院航空系学习 后来又被选中到莫斯科航空学院 飞行器设计系学习飞机设计 1957年 王永志听到了毛泽东的那番演讲 那句东风压倒西风让他印象深刻 同年 王永志响应国家号召 转学火箭导弹总体设计专业 而巧合的是 回国后的王永志 首先从事的便是东风二号导弹的演示 这个东风的寓意 便取自于毛泽东说的那句 东风压倒西风 多年后 王永志成为了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而当时像王永志那样 深受毛泽东演讲 鼓舞的流苏学生还有很多 他们中间有两弹一星元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 原子核物理及高能物理学家唐孝威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数学专家古超豪等 堂中有96位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03位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影响至今 毛泽东的第二次访苏 距今已经整整65年 此次访苏 欢迎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在社会主义阵营 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 有了很大提高 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 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毛泽东的一生只出过两次国 两次都是苏联 65年过去了 中俄两国的友谊仍在延续 2013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应邀访问俄罗斯 普京赠送给习近平总书记 一份极具珍贵的礼物 他是1950年2月15日的真理报 头版头条报道了 毛泽东首次访租期间 签订了中俄友好同盟雇助条约 2019年 在中俄建交70周年的日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 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实现两国关系体制升级 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 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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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